曾经在甘蔗成熟的世界 堵在路上逼停了三十多辆运甘蔗的卡车 就为了吃那上面的甘蔗 老三歹文明叫维扎忧 意思是胜利之相 但他从未获得争夺配偶权的胜利 2019年最后一次败给了国王阿提基多之后 契机败坏的老三开始冲撞公路上的汽车 并直接跨入了城市的街道 老三的命运已经注定 一场合法逮捕行动在甘蔗地上发生了 没有猛烈的挣扎 仅用一剂麻药 人们便把肇事者关进了铁楼 虽然被称为车匪卢霸 但老三从未伤害过人 他只是无法接受在项群里的失败 赵平是唯一能够近距离接触老三的人 甚至被当地人戏称是老三的亲爹 三哥 我这边来这儿和我 什么意思 有个八三 这就相信他闹得一点 调皮一点 但是我感觉到跟他在一起 他有什么敌意都没有 我也喜欢跟他 有的时候他玩他 他吃他 我这边我自己在我自己的 有的时候叫他老三大会 他抬起来看看你 他也不会怕你 我走山椰牙生 真的走山椰牙 老三被带走后 赵平一直不敢去看他 老四从小就喜欢他的三叔 不知道国王是不是在儿子身上 看到了老三的影子 不过项群与人类的任何冲突 都是他不愿意看到的 在今天 项群的生存已经无法脱离人类的影响 老国王希望能带领项群 找到更大的地图 能够走出困境的地图 他知道 项群的每一个后代 包括新出生的小项们 都将学习如何与人类相处 五月插秧的季节 紧接着 歹族寨子会陆续举行 祭寨神的仪式活动 祭祀之日 每户南丁共祭 由士族祭祀主持 与神灵沟通 祈求寨神保佑央苗健壮 士族 士族广idence 当然 也有祈祷野相 不要侵扰寨子的心愿 他们用这种古老的仪式 和自然 和大象沟通 老六在甘蔗地里 发现了一个新鲜的玩意 旁边的哥哥老五 发现了老六的新玩具 这个从未见过的玩意 对孩子们来说 充满了魔力 因为农作物营养价值更高 项群用来进食的时间缩短了 玩耍的时间增加了 这样的东西 越来越多地 进入了小项们的童年记忆 也将会进入项群的未来 这一切都让老国王忧心忡忡 虽然老四已经成年 但他还是受不了 各种玩具的诱惑 这一次他被电烂死死缠住了 一整夜 任凭儿子的哀嚎响彻山谷 国王也没有相助 这是一次严厉的惩罚 老四的叫声 引来了真正的对手 赵平最担心他的回归 这几年 老三被抓走后 项群内部是和平的 但这头独像 显然从昨夜老四的 惨叫救助声中 感受到了项群的变化 短而粗的项羊 他在家族公项里体型 年龄排行第二 戴文名叫亚纳苏托 意思是灵魂之相 老二长久以来都无法战胜老大 也就无法获得交配权 只好独自生活在远离项群的深山里 现在他决定走出阴影 他眼睛后面的线体 不断涌出油状分泌物 是的 这是一头刚刚开始发青的功效 充满着力量和坏脾气 对国王来说 无法摆脱的还有这些人 他们几年来风雨无阻地跟在项群身后 能确定的是他们没有恶意 甚至常常很友善